高雄市美农区萧姓女子涉嫌偷窃机车丢弃田辽山区道路, 警方依据道路监视器画面查获萧女, 不料萧女还不止偷机车, 上月还偷一辆电动脚踏车, 藏在房间内怕人发现。 警方表示,依据查获两案,一并法办。 警方指出,美农居民12日晚间报案指称, 停放在自家门口的机车失窃, 警方调阅周遭监陆系统发现, 萧姓女子,52岁,骑乘脏车, 前往萧家却无人在家, 持续埋伏三天才找到人。 萧女到案后坦诚偷窃, 且工程将机车丢在田辽山区除偷窃机车外, 警方怀疑萧女可能涉及其他窃案, 在警方针讯下, 萧女坦诚8月中旬曾在吉安社区活动中心 偷窃一辆电动自行车, 车子还停放在自家住宅。 警方前往萧宅, 在卧室内找到失血单车。 警方表示, 机车与电动自行车已经物归原主, 萧嫌一窃到最寒送桥头地检署侦办。 萧女涉嫌偷车遭警察获, 其中一辆电动自行车, 竟藏在住家卧室内。 记者徐白英翻射。 分享。